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如何去保护我们的肝状 因为有朋友问我 怎样可以呢? 因为他是一个带菌者 最近又有点发炎 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中国人比西方人多这个肝的问题 因为很多我们的月形肝炎带菌 或者是丙形都是比西方的人多些 如果你是带菌者 你一发炎就容易变成结架 严重又会肝硬化 如果喝酒过多你会有脂肪肝 或者是这个普通饮食过多油脂的 也会有脂肪肝各样的肝病 一有肝病就会慢慢演变成为 严重一点的就是结架 然后是硬化 最后也可以变成是肝癌 所以在肝方面我们要小心保护它 而肝疗是我们身体里面一个很大的器官 是一个化工厂和我们解毒的 所以任何的药物都要经过它的负责 而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有什么事呢? 它不告诉你 你不会觉得不舒服 直到你一发现有症状的时候 已经是比较后期严重了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上 一定要进行我们的护肝 尽量休息 不可以这么多情绪压力的波动 因为这样会双肝 休息在11点前睡觉 你的肝至1点这两个小时 就是经过去到那里修补的时候 就得到最好的修复了 所以睡得好 吃得健康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还要加上你心理上健康 那你的肝就会很安全 但是现时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美国的Tuff大学 人类老龄化营养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 发现了一件事 它是食用富含番茄的饮食 能够减脂肪肝和炎症 这样就可以预防肝癌 这个相关研究是发表在 癌症预防研究那里的 这个研究团队 它是考察用含有番茄红素的番茄粉 是对癌症这方面的预防效果的 他们用一些年纪小的老鼠仔 将他们感染一种肝脏的致癌物 叫做二月基亚烧胺 接着给他们吃些不健康的高脂肪饮食 他们这类饮食是很相似西方的饮食习惯 然后接着评估 好了 这些番茄粉如何去保护小鼠 避免它受炎症和癌症的伤害呢 对人来说 这些小鼠所吃的份量 等于我们人每日 植两至三个番茄 或者一碟有番茄酱的意大利粉 实现结果就显示了 这些附含番茄红素的番茄粉 是能够有效地降低这些小鼠 摄入高脂肪饮食 令它有脂肪肝、炎症和肝癌 这些小鼠喂食番茄粉 是增加了有益菌群的丰富度和多样性 这样就可以阻止一些和炎症有关的细菌的过度生长 特别有趣的是这番茄粉 是比同样剂量的纯番茄红素补充剂 更加有效地预防肝癌 这个可能他们认为 因为天然番茄含有其他营养成分的潜在有益作用 所以有这样的效果 这些有益的食品就是维生素E、维生素C、叶酸、矿物质 分类化合物和膳食纤维 研究人员打算跟着在人体中展开高质量的随机临床测试 让他们可以更加了解番茄红素在降低炎症和减轻肝病风险的作用 同时研究人员认为 涉入附含番茄红素的天然食物 是比分离了或是纯化了的番茄红素更加有效地预防肝癌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真的想在这方面得到这个茄红素 不要太难了 不要买那些药丸来当是补充剂食用 自己用它来煮食 每天2-3个番茄 那就已经对你有这么好的帮助了 番茄我已经上传了六七个视频 只要你打我的英文名 C-H-A-N-G-J-U-E 然后写番茄 会出了六七个视频 那里略略介绍是如何食用番茄最有益 以及吃番茄的禁忌 番茄保护潜烈线 番茄生食符合维生素 熟食有茄红素 如何两者兼备 番茄和豆制品同食 是更有效抗潜烈线癌的 如何才摄取番茄最高营养呢 这几个视频 他的网址我会放在我的微博 大家如果想进去 随时可以按入就能看到 在这里历历提醒大家如何食用 茄红素是滋溶性的 即是要用油高温爆破了番茄皮 才能够将茄红素释放出来 所以吃这个番茄酱的时候 你煮的就能够高温爆出来 你就能够吸到茄红素了 如果你生吃番茄 你吸得多的是维他命C 而高温是会破坏维他命C 所以大家知道你需要维他命C 或是要茄红素多 你就知道如何去处理你的番茄 聪明的大家 你看了以上的讯息 你就会知道如何得到你最需要的营养 谢谢观看了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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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